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对于追星的小伙伴来说 最高兴的事情过过与偶像更新动态 值得一提的是肖战近段时间可不是一般的重粉 工作室关播已经连续放出好几个日常log 给粉丝过眼影 在这些vlog中 能看到肖战在去往全国各地赶通告时 在工作间隙会品尝当地的特色小吃 在这个时候他整个人都很开心 每次录制这种关于品尝美食的vlog时 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肖战对着一桌子的美食 有种迫不及待的心情 显然在生活中 其实他也是一枚小吃货 而在接连体验了武汉的过早 以及青岛的各种特色小吃后 从肖战工作室晒出的最新一段vlog 能看到肖战去到了成都 并品尝了一系列当地美食 从现场镜头的记录 只见肖战当天一身造型十分清爽 发型简单并没有做什么造型 身上穿着白色衬衫 一眼看过去有种校园高中生机试感 由于说一肖战这外形条件 确实是没得说 难怪能收获到那么多盐粉的喜爱 而他这次在vlog中那吃的不停口的模样 也是让人看了都跟着口水直流 能看到工作人员购买了非常多种成都小吃 回到酒店大家一起吃 面对一桌子的美食肖战可是有种坐不住的感觉了 不仅是手中不停地往嘴里送吃的 眼睛还看着桌上的小吃 似是在想接下来要吃什么 当肖战吃到豆花时 他喜欢吃甜口还是咸口的也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毕竟每人口味都不同 相信小伙伴们吃豆花 有喜欢吃甜的有喜欢吃咸的吧 原本肖战这么喜欢吃小面包 大家都以为他会喜欢吃甜口的豆花 殊不知他喜欢吃咸的 还直言觉得甜的很奇怪 肖战吃豆花喜欢吃咸口的确实是有点出人意料 再往下看能了解到他还喜欢吃成都的兔头 满桌子的寻找自己钟爱的兔头 或许有些小伙伴会觉得兔兔这么可爱怎么可以吃兔兔 但去过成都旅行吃过当地的特色小吃麻辣兔头时 都会纷纷真香 警告直呼兔兔真香 这次肖战看到工作人员没买到兔头还有点遗憾 转而又马上冲着镜头 向大家安利成都的兔头真的很好吃 看到肖战那表情也让人有种想品尝一般的冲动 看着镜头里肖战那安利美食两眼放光的模样 不得不说他这可真的是一枚妥妥的吃货无疑了 就这样肖战不停地在品尝各种成都美食 突然他却被落出了痛苦面具 当时肖战在吃一份麻辣小吃 连吃几口连脸对味道惊叹不已 但或许是突然间后劲上来了 肖战脸上瞬间出现被辣到的表情 不得不说肖战这也真是有点后知后觉 被辣到立马放下手中的麻辣小吃 扭头不停哈气的表情让人看了远俊不惊 原本还以为重庆长大的肖战很能吃辣 如今看来太长时间不吃辣确实是会有点不耐受 而肖战这被辣的直哈气还有猛河水吃冰粉解辣的模样 也是慌乱的可爱 与频率反差不小 最后一通缓解总算是没那么辣了 但肖战在面对镜头时 脸上还是一副被辣出痛苦面具的表情 看到他这一系列反应 不难看出这份麻辣小吃确实是非常辣了 能把一个重庆人辣成这样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肖战这被辣的直哈气又猛灌水的反应 也是很接地气很真实了 一下拉近于粉丝的距离 总的来说肖战对这次的成都美食还是非常满意的 肖战商务成绩辉煌 具备这二项特质的他或注定成为人生赢家 有道是娱乐圈从来不缺俊男美女 也不缺才华横溢之人 每一年都有层出不穷 各具特色的新人走入娱乐圈 但能火的屈指可数 有人说小红靠财大红靠命 能红确实充满玄机 有着说不清道不明之处 但在玄妙也躲不过人为因素 毕竟命运只负责洗牌 出牌的永远是我们自己 若说红 肖战可以说是当今娱乐圈中最红的明星之一 尤其是在流量热度和商务方面已是一起绝尘的存在 看618的战绩 在个人护理 保健 按摩 七彩品类中被轻松累计销售额第一 且预售额破亿 咖啡卖片 充饮品类中 欧扎克 累计销售额第一 预售3300万 口腔 电子等类中 胡Smile累计销售额打2亿 更刷新了品牌新贷货排行榜 指数超越自己 再创历史新高 占比达97.1% 这长长的红线简直没谁了 不禁让人铠叹 怎么会如此厉害 肖战2019年因陈情令爆红 到如今也不过两年时间 还被打压了整整一年 怎么就红成了现在这般模样 细思一下 不外乎两点 人品实力贯穿史中 数字事件之初 重力的商家选择明哲保身 这也无可厚非 但肖战的实力 在陈情令诸仙 我们的各等作品中进展 这无疑给了某些品牌信心 而合作过程中肖战的原品素养 事件发生后 首先为商家着想的态度 也令品牌生出信赖之心 综合考虑后兼并支持肖战 在最艰难的那段时间 有五个品牌力挺 这给肖战给粉丝以多么大的鼓舞和信心 真是难以言表 都说强倒众人推 在漫天的指责和谩骂声中 却没有一位肖战的朋友出来跟风 据说有人斥资深买他的朋友 希望他出来揭发 但没有结果 这只能说明肖战的一贯为人 值得称道 备受尊重与喜爱 人在落难时 最易见人心 也最显英雄本色 有人说肖战没有被打倒 是因为有不离不弃的粉丝 这当然是很重要的一方面 给予了肖战极大的外部支持 但肖战在业内的打拼 才是真正没有硝烟的战场 都说独目难成灵 肖战以他的谦信之风 为人着想之态 与人为善之心 赢得了无数良师亦友的支持 这场战争肖战从来不是孤军奋战 在网上 有德高望重的前辈 仗义之言 如秋心志 陈嘉玲等 从红梅战到光点 从参加曹玉诞辰100周年活动 到预线之行 再到重阳晚会的演唱 有很多业内的老师朋友 在与他合作 帮助之道 一起打拼 比如合作了很多首曲目的 刘卓老师 肖战从来都是一个 优秀的可爱的敬业的合作者 他的踏实 努力 智慧 才华 赢得了业内的认可和支持 最终重新走上了舞台 618的战绩辉煌 很多优秀的品牌 争相选择与肖战合作 这一切都是他实力的证明 一个好演员要靠作品打天下 而好作品必须要有好演技 从陈情令到斗罗大陆 栽到如梦之梦 肖战的演艺实力突飞猛进 尤其是出演话剧 的确让人脱胎换骨 只是很可惜 能看到话剧演员肖战的机会 太过渺茫 就让我们期待一下 玉谷瑶的演艺吧 小兵想说 人有逆天之时 天无决人之路 历经坦坷的肖战原品 与实力并举 赢了人心 赢了天下 借一记广告语 希望肖战未来如光如火 却能始终宛如初见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 兵分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学 不要忘记点亮订阅优兵的小铃铛哦 这样你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拜拜